中医讲阳气不足,百病丛生 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对于这句话的理解能力非常的不透彻 我们讲究的是阴阳平衡 其阴气和阳气需要处于平衡的状态才最佳 其阳气具有温阳脏腑的作用 从而维持机体的健康走向 一旦人生病的话,一定是阳气不足所导致的 其阴虚者十之八九,阴虚者百无一二 阳气对于健康而言,具有重要性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根本就不知道阳气是怎么损害的 通常情况下,长期的摊凉、熬夜、酗酒、易怒等 都会导致阳气折损,引发百病滋生的情况 人体一旦阳气不足,都会有哪些表现 该如何进行补阳的工作 不妨与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阳气不足,身体想警报 难逃三个表现,做好三件事 阳气慢慢补 一,怕冷 对于阳气不足的人来说 最为明显的症状就是怕冷 一年四季,都出于怕冷的状态 对于女性来说,症状尤其的明显 乃阳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因身体阳气不充足,导致手脚得不到温序 其四肢或脏腑受到一定的影响 促使寒气人体,从而引发手脚冰凉,供寒的现象 二,免疫力下降 常言到阳气不足,百病生 人一旦阳气不足的话 从而就会影响到五脏六腑的健康值 导致自身的免疫力下降 新陈代谢减慢,使得疾病和毒素的入侵 引发感冒,咳嗽,咳嗽,腹泻,一生病等出现 三,疲倦乏力 其阳气是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燃料 对于阳气充足的人来说 一般表现为精神抖擞,状态加等现象 反之的话,一旦阳气亏虚 其燃料燃尽,就会导致疲倦乏力的情况 不但影响到生活和工作 甚至还会因不良的状态 导致脏腹受到侵害 阳气不足,百病生 撇气三席,虚案二学 多晒一处,不足阳气 第一件事,撇气三席 一,撇气贪凉性,辛辣食物的习惯 进入到冬季后,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反季节的吃东西 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 贪吃冷饮,喜爱冰淇淋,热爱火锅,辛辣食物等 不但会使得人的神经出于过度兴奋的状态 导致阳气过度耗散 甚至还会引发腹痛,腹胀的情况 二,撇气熬夜的习惯 熬夜可以说成为了一种常态 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 仗着自己年轻 从而过度地消费自己的精力 导致阳气亏虚 自身的抗病能力减弱 对身体健康发展危害非常的大 反之的话,一个优质的睡眠 从而让我们的脏腹得到修复 其免疫系统保持健康 三,撇气憋尿的习惯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大多数的人饱受着繁重的工作和压力 以至于很多的年轻人养成了憋尿的坏习惯 一旦尿液来了得不到及时的排出 从而滞留在膀胱内导致细菌和毒素的繁衍 引发尿路感染不仅会伤害到前列腺 甚至影响到肾脏的健康发展 从而出现阴盛阳衰 体内的阳气被消耗殆尽 第二件是血案二学 一,咏泉学 咏泉学乃人替自带的保健学位 乃阳气汇集之处 位于脚底凹陷处 与脏腑和经络之间紧密的关联 畅言道若要老人安,咏泉肠温暖 可见对于泳泉学给予高度的评价 日常暗柔或刺激泳泉学 达到气血双形 补充阳气,增强机体的抗兵能力 从而对于阳气不足所导致的手脚不良 腰细酸软,失眠多梦等症状起到补身一惊 气血双补的作用 二,关元学 关元学被誉为是男子藏经 女子叙穴的药学 称之为是男女性长寿的保健学 位于人体的下腹部 日常可采用柔腹的方式 进行穴微的刺激 从而可以达到气血的运行 使得五脏六腑的活力变得更加的充盈 对于月经不调 腹痛 手脚冰凉 睡眠多梦等症状 起到温痛经络 理气活血 不虚一损的疗效 第三件事 多晒一处晒背 中医认为前胸为阴 后背为阳 适当地晒一晒后背的话 从而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 补充阳气 达到气血双形 帮助驱除体内多余的寒气 尤其是进入到冬季后 太阳可以说最为的稀缺 而早上10点到11点 是最佳的晒太阳时间 温和温序 从而使得阳气更加的充盈 包装 7 7 9 7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